你 药材这种生意呢 也是要有点实力才能做的 像萧家现在这个样子 连自己的车队都保护不了 显然是不行的 你说什么呢 谁家没遭土匪抢过啊 让他说完 我家列将最近十年 还真没有被土匪劫过 我们从云兰宗 重金聘请这三位高手 又结交了那么多好朋友 家列加商队的旗号一打出来 一定是安全的 这倒确实啊 这两年家列加的车队 确实是挺太平的 对嘛 我说萧老弟听我一句话 你何苦费劲做这样的买卖呢 你家大业大 药杭的生意 你不如交给我 你的那些药铺呢 租也好 卖也好 家列加不会亏待你的 依我说 你家列加 还不如把你的药铺 干脆卖给我们萧家得了 萧家人连自己的车队都保护不了 还想买别人家的药铺 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 这帮土匪为什么专门劫我们萧家 这事还没有查清楚呢 加列毕 你不要太得意了 你心里面非常清楚 等我们查清楚了以后 再说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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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材生意 是萧家的祖业 萧战虽无能 也不能放下萧家的祖业 不管怎么说药材被抢呢 都是我们疏于防范 那些掌柜和伙计 我们会挨家挨户地去赔偿 有子女的抚养成人 没有子女的帮助孝敬父母 这一点萧家说到做到 至于土匪嘛 会有办法解决的 可我们药材行会 恐怕不能再给萧家药铺供货了 为什么不给萧家继续供货了 这 这个人是谁啊 我叫严肖 严肖 严肖 谁是严肖 严肖是谁啊 今天不是嘉烈家跟萧家的一事吗 叫个外人来干吗 严肖先生是我请来的 是为了帮助化解这次危机的 怎么 只允许你嘉烈家请云兰宗 就不允许萧家请帮手 废话真多 古尼大师 您接着说 为什么 不给萧家继续供货了 这不是我的意见 这是加玛帝国药材行会的意见 如果萧家不能证明自己有运送药材的能力 杭汇只能取消你们的经营资格 我是代表杭汇来宣布这个决定的 还有 你们这次运送的药材当中也有嘉烈家的 我们也付了运费 萧家是不是该赔出来呀 钱早就准备好了 我会送上门去的 行了 我是萧伯伯 您就甭说自己家有钱了 我们嘉烈家不缺那点钱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明天邀请了炼药施工会的人来 人家炼制丹药 没有原料可不行 你们需要多少原料 列个单子 我们萧家照样诉讼 就这些明天一早就要 好 一言没定 严肖先生 咱们说话可是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要是拿不着这药材 怎么说 萧家屋坦诚 三十间药铺 全归你不 真的 一言为定 谷尼先生 麻烦您做个见证 告辞了 咱们走 你又不懂这药材生意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 明天来得及吗 年轻人说话就是冲 徒嘴上一时痛快 明天他来药店铺 你给还是不给啊 我看看人手 要是不行啊 明天全都说话 就是不知道那几个云蓝宗的功夫 高到什么程度 打是肯定要打的 不过不是现在 放心吧 药材我自己会筹齐的 爹 爹 你干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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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不是 你慢点 慢点 我爹 你不说话呢 怎么了 这么着急 你自己看看吧 萧家的药车 药车 来来来 老板让一下 让一下啊 小心小心啊 走走走走 老板让一下 让一下 这才两个时针 他们就有药车送过来 他们是飞过来的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行啊 他们真找来一个好帮手啊 上 ali 车 又被你猛烟车送下这个 我不认 Pac� 老板 都是水 他穿了一件三品的长袍 三品长袍 赶紧召集众师兄弟 开中门迎接 是 请叫了 这位是 在下久在五坦城 孤陋寡闻 不知道先生的名讳 我叫颜潇 请问颜潇先生 您师承与谁 来我们炼药师公会 有何贵干 我的师承你们不必知道 我来这里 是来给萧家解决麻烦的 我明白了 您就是萧战花重金请来的那位吗 大家都是炼药师 我跟您说句提起的话 萧家这事 您别管 也管不了 为什么 萧家末如 萧战自费斗戚以后 萧家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商户 萧战迂腐也清高 不愿意 跟兴蕴阁和云兰宗这些豪门大派口关系 那怎么能行 听说 跟纳兰家也闹翻了 没了后台 其他人还不合起来整他 您管了 就是和云兰宗为敌 与云兰宗为敌 云兰宗算什么东西 他也配 你还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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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云兰宗 看您年龄跟我也差不多 竟然穿上了三品的长袍 您能露一手吗 不得无礼 烈药师以品为尊 三品烈药师 自然是我们的前辈上人 怎么能这样讲话 我看见 方才 我看见你们在炼制断魂草 这是一种狠毒的药物 只要用法得当 那就是灵丹妙药 可出一切晦气 远必重移 只是你们提穿的方法不对 把这草 全都烧成了废物 我看见你 断魂草十分娇难 你们没有受火 可以用斗气隔空熏职 只是万万不能 将冥火引到药物上 这样 会使药销大打折扣 只剩下原本的十分之一 你们看 当它变成透明时 也就马马虎虎地能用了 这种药液 可致伤口溃烂 还可以致蛇肚 情敌之蛙 真是让先生笑话了 这丹药我只在银城 见那些炼药大师做过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这种提穿的方法 说来也很简单 你们要是想学 我可以教你们 各位都是炼药师一脉 不必客气 多谢掐浙先生 什么办法 我让你专家 也会吃 我都不要吃 我还是要吃 你都吃 我吃 你吃 多年来萧家一直都不舍 我要请大家 给萧家处处晦气 严肖先生 您是不是一定要站在萧家这边 这是怎么 那么 乌坦城炼药师公会上上下下 谨遵先生命令 一心一意 军居萧家 军居萧家 一心一意